關懷句點教長輩跳舞促進健康 但是台中南屯春社裡的句點很不一樣 老玩家在舞蹈老師帶領下 跳著時下最夯的K-POP舞蹈 讓人無法相信他們平均年齡已經超過75歲 老師將成果拍成抖音 吸引了7.8萬粉絲追蹤 在網路上爆紅 大跳時下最流行的K-POP舞蹈 你相信嗎 他們可是平均年齡75歲的長輩 因為現在我們的FB 我們的網路時代抖音很暢通 所以這些長輩也跟著玩抖音 用0.5倍速教學 讓老人家也能跟上舞步 連里長都一起下場童了 關懷句點的舞蹈課不只是 摔摔手扭扭腰 春社裡來點不一樣的 精選時下最流行 年輕人都愛跳的K-POP舞曲 歪歪頭踏兵步 對著鏡頭一點也不害羞 最後還將成果拍成抖音 PO上網 慢動作的舞蹈編輯後 就跟上了音樂的速度 一首又一首的舞曲在網路上爆紅 吸引7.8萬粉絲追蹤 網友紛紛留言好可愛 跳得比年輕人還要好 其實他們一開始就是接受度也不高 就是他們會覺得有點排斥 因為畢竟他們活到就是這麼年長 那在學新的東西 一開始一定會有一些抗拒 所以其實我們帶的方式就會變成是 雖然是流行的舞蹈 可是會融入一些可能跟他們還是生活 比較有相關性的就是這個詞語 就是來去帶領他們 可能會給他們一個情境或故事 很趣 在一起團體動作這樣很好 好玩啊 我們大家這些老人都會玩抖音 雖然聽不懂歌詞 但跟著老師一步一步學習 也能跟得上流行 與年輕人大跳K-POP 不僅吸睛 也讓老人家首次嘗到了 在網路上爆紅的滋味 今年幾歲 三歲 五歲 五歲